刷拳 哇 第一下断钮 第二下AEB4中心制动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江苏的阳城湖附近 那我们今天来参加 理想的一个汽车的安全知识 在如今各大汽车厂商 都在大力宣传自己的安全方面的投入时 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 往往是比较不强的存在 这是因为一辆汽车的安全性 最佳的表现形式都是相对无感的 只有在危急时刻 才能体现出它可靠性如何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中国汽车研究院 揭开理想汽车 有些我们作为车主都不一定知道的安全功能 现在正在测试的这划路面 一侧的车龙在有附着的情况下 另外一侧的车龙是在没有附着力的情况下 它能够给你矫正方向 能够让我们的车身不跑偏 即使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的龙速传感器 或者我们其他的传感器发生了故障 我们的ESP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而它还有第二道的一个安全荣誉 能够让我们的车身 依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姿态 避免一些似乎的发生 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科目 会慢慢的跟大家一点点的介绍 公路模式针对的是长坡道路的行驶 它更在意的是车辆的舒适性 越拖坑针对的是类似于这种路况 或者说更加极端一点的路况 它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我们快速去脱离当前的困境 感受一下公路模式 在这个坡道上面是什么样的表现 出发也比较简单 直接全油门就可以了 如果存在有溜的现象 这手不较松油 要不要踩刹车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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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交过这台车就可以了 整个攀爬的效果 其实踢杆上是比较舒适的 对吧 然后非常的平稳 然后非常的迅速 接下来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 在越越拖坑模式下 同样的路况 同样的操作方式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OK 到了 嗯 在明显它没有往后溜 所以我们对比之下 区别就比较明显 像老师刚才说的 第一个这台车 这个模式爬会更加稳定 完全没有后溜 然后第二个呢 是给到您的声音和身体上的反馈 这感觉会有顿挫 就是现时的话 再把打滑一侧的车轮锁死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爬坡的效率了 那明显这个模式爬坡的效率 会比刚才那么快很多 对吧 这个紧直动呢 是用我们的刹车的一个P档 做一个紧直动 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才能运用到呢 有些人呢 他会在车上安装各种脚垫 突发的情况下 他会往前冲 冲的过程中 就把我们的刹车给挡住了 很难处理这种情况 你想全系列的这个车呢 它就可以用P档来进行一个刹车 而我们用P档去刹车 可以达到0.6个G 那我们看一下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一个刹车效果 差不多说我们先开始 3 2 1 加速 加起来之后 看不错 6 93 点 对吧 其实点击P档的刹车力度 足够用的 最后刹停一下呢 结合了ESP 然后双闪 自动会亮起 提示后车 自动弹出的双闪 你不用按 直接挂地档 然后直接走就行了 自己会关闭的 你跑100 110 120都能用 但它不能代替你的脚刹 那我们下一个要测试的 就是雾踩油门 然后它给我们 断油的一种状态 防止我们发生一些碰撞 正前方是一个假人 我们现在是全速 把油门踩下去的过程中 看它会不会撞到这个假人 3 2 1 踩死 然后它一直在提醒我 请松开加速踏板 现在呢 我们离假人的距离 大概有1米5到2米左右的距离 我有点紧张 但它出来吧 对 这个功能主要是一个 雾加速抑制辅助系统 所以在加速过程中 它首先低下报警提示 就是MAI这个功能 它会提醒你 松开油门 所以它已经不把钱给油了 不是刹车才给你制动 OK 好 我们准备加速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就用这个消失的前车 加上我们AES的体验 那消失的前车它起到的作用呢 其实是模拟了我们在高速路段或者是快速路上去跟车的时候 跟车距离比较近 然后前车对于险情的观察可能实际会比较晚 它一把方向掰出车道之后 我们对于险情的处理的空间会被压缩的非常的极限 那么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AES是支持两色车道的并线的 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呢 我们已经体验完了 可能我们平时并没有了解这个车的一个本质 包括本身的一个性能 有了这些性能以后呢 能够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 有更多的一个安全的鲁鱼 有的时候我们在封绳的时候 或者打堵的时候 它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这也就是理想他们研发这些东西的一个初衷 我们本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没聊到的 你们想问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